大家好 那么克里姆林宫啊 也就是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啊 佩斯科夫呢 证实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华期间啊 只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没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安排 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2月4号呢 将在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 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冬奥会呢 将于2月4号至20号举办 那当被问到普京届时是否会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进行简短的交谈时啊 佩斯科夫说啊 防疫限制非常严格 开幕式来宾的活动也受到限制 因此他们会见面啊 很不容易 我再重复一遍 目前没有安排其他的双边会谈 那也就是乌克兰总统啊 泽连斯基与普京在北京见面 这个可能性已经被完全排除了 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啊 托卡耶夫呢 表示啊 将工作出访北京 并出席24届冬奥会开幕式啊 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秘书啊 叫乌利 在脸书上证实 2月4号到5号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我国元首托卡耶夫将对北京进行工作访问 出席第24届冬奥会开幕式 此次出访呢 包括托卡耶夫啊 将与习近平进行会晤 那乌克兰危机啊 也让英国首相约翰逊呢 取消了访问日本的计划 英国首相呢 明确拒绝了访问日本的计划 那现在情况和我之前预测是一致的啊 就是普京呢 这次到北京啊 应该和习近平单独会谈 而且呢 主要是要谈啊 最终这个进攻乌克兰的时间 以及中国武董台湾的最后的时间 所以呢 与乌克兰总统啊 泽连斯基来谈啊 不太现实 即使谈呢 也没有任何结果啊 要谈呢 要和美国和北约来谈 和乌克兰来谈 乌克兰问题没有任何结果 这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啊 虽然叫乌克兰问题 但是和乌克兰没有半毛钱关系 与你无关 就像这个之前讲的 这个大国啊 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 与小国没有任何关系 小国只能是最终被肢解的命运 乌克兰现在就是这个命运 所以呢 和泽连斯基谈没有任何意义 谈好了 那美国最后也会干扰着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你说打不打呢 对不对 还是要打 所以呢 你说谈的任何结果 没有意义 所以普京也不会浪费时间啊 和泽连斯基在北京来见面 来谈这个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习近平和普京这次会谈啊 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安全 也关系到台海的和平 你们台湾人要注意了啊 要注意了 很可能就确定最终的武统台湾的事件 两个人要对表啊 另外呢 在顿巴斯啊 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要给大家汇报一下 前一段说了啊 乌克兰的这个 第八特种团已经 潜入顿巴斯地区 我现在也获得了第八特种团的作战的视频 那么就是在这个顿捷斯克和卢干斯克边境地区 这个团呢 一直在渗透 顿捷斯克当地的这个志愿军呢 现在呢 与这个团特种部队呢 还有渗透的人员啊 进行了密集的交火 之前呢 我也报道啊 乌克兰的占领了这个阿普尼克村 这次战斗呢 实际上 从现场视频来看啊 当地的这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啊 实际上受损也是非常严重的啊 有士兵受伤啊 被撤离战场 那随着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密集的进攻啊 顿捷斯克和卢干斯克方面啊 也组建了志愿军 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做过视频啊 已经向全世界招募志愿军了 那么俄罗斯国家多马副主席 顿巴斯志愿者联盟的主席 亚历山大伯罗代 他呢 实际上也就是顿捷斯克 志愿军的司令部的主席 他表示啊 他领导的小组已经迅速的动员 和组织了顿捷斯克人民共和国内的志愿军 分队 目前分队已经准备完毕 他们的集中地点是保密的 所有战士都有战斗经验 包括指挥官 其中许多人是前俄罗斯军官 这也是首次证实啊 由俄罗斯军官到达顿捷斯克 参与志愿军作战 他们也有自学成才的人 在战争中学会了指挥 由士兵到将军 如果乌克兰武装队发动进攻 他们都准备好立即加入战斗 这伯罗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 另外伯罗代强调顿巴斯志愿者联盟 是一个跨地区的公共组织 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机构 伯罗代说 目前在顿捷斯克市内 大约有16000名志愿军 如果顿巴斯的局势恶化 志愿军的人数可以显著的增加 出于显尔意见的原因 我无法说出准准备前往顿巴斯 志愿军的确切人数 这个是保密的 他说我只会注意到该组织 目前有16000人部署在顿捷斯克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顿巴斯本地人 或者在那里有家庭关系 并不住在罗斯托夫地区 那也就强调了 这个16000现在公布的数字 是顿捷斯克本地人 而没有公布从俄罗斯 从全世界 甚至从中国前往顿捷斯克 参与这个乌冬战争的 这些全世界的志愿军人数 他是保密的 那顿巴斯本地就有16000人 实际上这个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了 因为这个是16000人是新组织的 在当地实际上还有一些民团 民兵组织 联盟成员的任务是保护俄罗斯人民 以及俄罗斯人民和国家利益 从这个目标出发 还有一些次要任务 比如说对抗一些外部力量 但总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能够迅速动员我们的成员 并被派往顿巴斯 2014年的一切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批准 现在也是如此 组建的分队 所有的战士都有作战经验 包括指挥官 其中许多人是前俄罗斯指挥官 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指挥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进攻 他们都已经准备立即加入战斗 志愿者呢 也就是志愿军将在顿巴斯境内武装 接受武装 那志愿军的武器呢 提到啊 有部分呢 是缴获乌克兰的武器 另外呢 有部分呢 是从现有顿涅斯克和路干斯克 人民共和国武器库 补充的弹药 那随着这个顿涅斯克 人民共和国 他的这个志愿军组建完毕 我之前告诉大家的 顿涅斯克方面啊 现在在全世界招募志愿军 目前已经告一段落 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啊 从我渠道啊 有部分的中国人也进入了 进去了 进到顿涅斯克了 人数保密啊 人数保密 这部分人呢 是老乡啊 东北人 东北人就是牛逼啊 全世界最乱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 东北人也进去了 这部分人呢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升级问题啊 有可能升级问题 现在我了解的 在顿涅斯克当志愿军啊 当兵的话 每个月的收入啊 能达到大概八千 八千到一万 这个是和人民币啊 和人民币八千到一万 如果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的话 会翻倍 那会翻倍 这些人呢 有没有作战经验 我不知道啊 但是从现在我了解情况啊 很多都是东北人 有一部分是在俄罗斯 在罗撮夫当地啊 务工务农的一些中国人 也有一部分的是 从莫斯科过去的 我说东北人牛逼啊 确实牛逼啊 这么不一险 地方他能进去啊 祝这些人好运吧 另外呢 我如果有渠道呢 我也了解一下这些人 在顿巴斯作战的一些情况啊 我后面呢 会给大家放啊 放一段视频啊 这个是最近在这个 阿卜尼克村附近啊 战斗的视频 呃 乌军呢 这次战斗中啊 有大量的这个侦察兵啊 特种部队呢 呃 战死 但是人数没有公布啊 你从现场视频也可以看啊 这现场是 非常的 血腥的啊 这个大腿有些特种兵啊 受伤 然后 直接被拖着啊 从前线拖下去的啊 你可以看啊 当时我说那个巷战的残酷啊 所以我再回想啊 这个 咱们这个东北老乡啊 这么多东北人啊 到顿涅斯克去作战啊 哎呀 也是也是背景离乡啊 大过年的啊 大过年的 为了挣点工资啊 为了点生活费啊 也是挺不容易的 其实冒着生命危险 很多人可能就一去不不复返了 肯定就死在顿涅斯克了 这战争马上爆发了 不像国内的媒体跟你讲的 国内的媒体不会告诉你实话的 因为上面有人管他们 你记住 只要媒体有人管着 他不跟你说实话 是统一口径出生 那就没有意义了 那叫什么新闻媒体 所以我说啊 有些人跟你说的东西 你不要相信啊 这个战争呢 在我看来啊 双方已经准备好了 普京呢 也不会和泽连斯基会面 你说和泽连斯基会面 有任何意义没有 和我之前分析是一致的 而且普京已经完全准备好 和乌克兰开战了 就是等最后那一刻 是我三年前啊 三年前做节目说过啊 在顿涅斯基的这些志愿军啊 就是这些 哎呀 中国人 非常不容易啊 有的这个气勺从军的 有的以前呢 是当过兵的 但因为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原因 也是用于缘分嘛 大家都凑到一起了 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有一些人呢 死了 有一些人没有活着回到中国 但是这些人是不会露像的啊 不会让你知道他做过什么 根据中国的法律啊 这些人如果露了像 露了脸 回到中国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禁止本国公民参与到国外的战争的 所以呢 这些人啊 他可能参与到这么重要的一场战争啊 可能他的后代永远没有人知道 这也就是我这个频道重要的 我这个频道能跟大家讲一些 中国的媒体 世界上有一些人不关心的啊 咱们这些东北人 这些中国人 在这个世界的角落 经历了这个整个的历史 真的参与到历史 但是没有人记录啊 但是我会记录 我会跟你说这些人的经过 通过我这个小媒体 让你了解到有这么一群人 参与到世界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国内媒体也好 国内的中国人也好 好像这些人不存在一样 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参与到了 真真切切的参与到这个战争了 这些人呢 其实也是生活所迫啊 也是生活所迫 不然没有人会去干这个行 当雇佣兵的 你说志愿军也好 顾佣兵也好 其实无所谓了 老观众知道 我之前讲过啊 其实这些人呢 14年就参与到 顿涅斯克的战争了 后来有些人也陆续回国了 也陆续回国 了不起 我只能说这个东北人确实牛逼 太太牛逼 过年了啊 过年了 吃点饺子啊 这是我年夜饭啊 饺子给大家尝尝啊 这是三鲜馅的啊 看我节目有很多海外的啊 可能有一些这个在顿涅斯克的 当兵的中国人 我这个节目就做给你们的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中国人啊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以为这个世界没有你们参与 没有你们出现 但是我给你们证明 你们真的参与了世界重要的 这么一件大事 我给你们证明 把这口饺子吃了 新年快乐 东北人牛逼 您希望证明 最重要的 目前这种是 你这是在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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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找你 你有什麼時間 我能找你 我能找你 你把你找我 我找你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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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你去找我